好,老师您进到简报第18页之后,WebDuno它因为不用安装软体,所以你只要到云端就可以 那目前它有三个,严格来讲算四个啦,因为那个Microbit还有一个,就是WebDunobit 它有另外一个部分,那我们原则上像它用的Fly,或者是马克一号或Smart,基本上都是共用的 那您可以看到这三个里面呢,这三个里面有模拟器,有体验板,这两个都是不需要注册,直接进网站就可以用的 它也是积木式的,所以对入门来讲会蛮容易的,那虽然是积木,可是它还是会产生什么,网页的程式嘛 也就是它是用JavaSquiter,那如果你是右手边这个所谓的云端平台,它就需要注册 这也是目前WebDuno功能最丰富的地方,不过原则上我们今天暂时不会用到它啦 我们用左边的这个,这两个就够了,就可以完成我们今天的内容,所以你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注册动作 那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先从中间的开始好吗?中间这个,你点下去就可以直接打开了 但是要麻烦老师用一下就是原则上,原则上你要用WebDuno的话建议老师如果你要发挥全功能,还是以Google Chrome为主 如果你用的是像Sufferic,或者是Firebox,其实大多数功能可以用,但是有用到像什么语音啊,或者是视讯的,它就没有办法 因为目前只有Chrome才支援,就是Google自己的那个语音变词,还有那个视讯的一个截取 好,所以这个部分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好,您把它打开之后,就进来了 那进来,您可以先看到,我把这个画面变大一点 这个就是,叫做Google Blocky的界面,它也是一个开源的那个界面,所以您所看到的这边 这里,每个Blocky都有基本的功能在这里 那么,由这个以下的,进阶功能以下的,就是WebDuno自己开发出来的 它等于它把这些积木自己再放进去的,所以这样应该就OK吧 好,那我们最重要的是,既然进到模拟器嘛,先把假的拿出来 所以请看右上角,有没有看到右上角一个房子 右上角,你把它按下去,按下去 好,按下去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模拟器的区域打开 但是这样还是有点小,所以通常我会把它放大,在这边 有没有一个把它放大的 你把它放到最大,好,按下去,这样就全 会开一个比较全萤幕的画面出来 那还是没有看到啊,对不对 在哪边,在元件这里 您再把元件打开 好,这个元件 有没有看到的,假的跑出来了 现在呢,你需要哪一个,按着它丢出来就好了 按着它丢出来 各位,很少能够体验花钱不手软的 喜欢几个就拿几个,对不对 好,那拿太多怎么办 delete,删掉就好了 键盘上delete,或者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叉叉,对不对 就是这边 如果你是只要删除单一个的,就用这一个 如果你要全部都删掉的,就是用垃圾桶 好,所以您可以稍微试看看 删一个,全部删掉 这样就OK了 那因为这里面的图都是向量的 所以您可以用滑鼠滚轮 放大缩小 那这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不用担心说看不清楚 这样OK吗? 好,那这个呢 我现在需要三个东西 第一个,要一个这个开发板 第二个,我需要一颗LED灯 第三个,我需要一个面包板 我现在需要老师先把这三个找到 那你找到之后呢 请你把元件,右手边的元件先收起来 这样你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有没有 好,就是我现在需要这三个 这三个 来,我们真的也一起拿出来吧 您就把你刚刚盒子里面的几个东西 有没有,这个 这个 再加上开发板 好,这都先把它拿出来 好 那我们建议大家就是 接任何元件之前 最好是先断电了 所以您可以先从 就是接到电脑这一端 先把电影先扒掉 因为开发板那一端会比较不好扒 所以我建议你从比较大的头这边先把它断电 好,这样子是不是准备好了 好,OK 那我现在假的跟真的都有咯 我们就先从假的接看看 好不好 先从假的接看看 来 这样子 直接插下去没有用 因为这是假的 那它连线要怎么连线呢 你看我把它放大一点 你看哦,我滑过任一个端点 有没有发现会亮起来 滑过这个端点是不是都会亮 你看我滑过开发板的端点 有没有都会亮 好,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把它这样接下来 这样就要接线 好,这样接线 但是呢 开始之前我先跟各位老师说明一下 您看到这个LED灯 有没有发现它有长短脚 两只脚不一样长 您看一下你真的 你真的LED灯 有没有也有长短脚 有没有发现 所以哪一个是正极 对对对对 长角是正极 短角是负极 所以我们图上面也是一样 这里 长角是正极 短角是负极 这样OK 好,所以 现在我们就可以接线了 然后 来 按着它 滑过端点 拉拉拉拉拉下来 放开 按着它 拉下来放开 这样就好了 那么 如果您觉得 要看清楚一点 因为正负极我想要不同颜色 它可以改颜色 在上面 在这里 有没有 你点到它 你就可以来这边 比如说正极我用黄色的 那负极呢 我用绿色的 这样就可以分得比较清楚 如果呢 你想要更清楚一点的 就是接的更好的 中间可以再点一下 你可以再拉出来 线可以自己整理 可以像这样 就看你 觉得 有没有需要 再把它 拉开一点 那 因为我们现在要用到面包板 所以我就顺便解释一下 面包板的功能 来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老师 没有用过面包板的 有吃过面包 没用过面包板 没关系 肚子饿不能用 不能吃的 来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那个 讲义的 简报 第29月这里 29月 我也有写一个面包板的功用 其实它的功用 就跟我们家里面 那个叫做 店员的延长线插座一样 你看我们墙壁上的插座 不够的时候怎么办 就给它买一条 是不是接出来 那面包板的功用就是这样子 只是你要知道 到底接出来之后 它哪边有通 哪边没有通 那为什么它会这样通呢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在这边 您有看到简报的下面 这里 有没有 这里 这个 它里面就是那个铁板 铁板 所以呢 你今天用了它之后 如果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插一条线在这里 那么 直的 你就把它摆横向的 摆横向的 你就会比较 对 横向的 插到这一孔 这几孔 就有一样的功能 比如说 我如果这边是插电源 那么 其他这四孔 就都会有电源的功能 可是呢 它中间有一个 楚河焊界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中间没有接起来 老师有没有发现 那个 我把它拍起来 有没有 中间是不是隔开的 所以你插一个 在这边 那这个一接电 是不是整条都通 这样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像这样 直式的 会通 横的 彼此不通 因为中间是 阻隔开来 这样老师了解了 它的面包板概念 所以你看 我回到我们的 这个模拟器 如果我现在插在这一孔 是不是这 其他四孔 都有一样的功能 插在这一孔 所以这边是正极 这边插进来 是不是就负极 长角是正嘛 短角是负 所以一样的 我就从这里面 这一孔 正极 本来应该是要接到电源 可是其实它的这个 脚位本身也有供电 也有供电 所以我们 LED灯呢 你不用特别再去插电源 如果说你是 需要比较大电源去驱动的 那它就真的需要 我们这边不用 所以呢 我就来这边 随便找一个洞 我们先接到05好了 有没有 灯就可以接过来 你就从这个点 一拉 拉到我们板子上的05 好 那这个线 刚刚讲过 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丑 你就自己整理一下 不要让它干扰到你 好 好 这里 我把它过来一点 OK 那负极的 就从这边 哪一个洞都没有关系 就接过来 那我颜色就设成一样的 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 好 接线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 先模拟一下 那真的 我们就顺便一起接下来 OK吗 假的 现在会接的 真的就不要客气啊 所以来 我们把真的拿出来 这个 这个 拿出来 拿出来 那 这个呢 老师自己看一下 因为呢 插下去之后就看不出长短角了 所以 如果你是 要跟模拟器一样 我们模拟器是右边的长短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边 我也一样 是不是右边长短 我就找一个孔 但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是新的面包板 所以说 可能也许有的这样压 你觉得好像压不进去 没关系 我们有很多选择 好 你就找别的孔洞 不一定要压在最后面哦 你压前面的也可以 然后把它插进去 只是自己要记得 哪一边是长短 哪一边是短短 这样OK吗 像这样子 就记得 自己看是哪一边是长短 哪一边是短短 好 那插进去之后呢 我们需要 两条 弓对弓的杜邦线 因为这里不像模拟器 就再拉出来 对不对 所以您找这个 有没有 有十条弓弓的 那你可以 拔开两条来用 这个拔开的时候 是蛮有 疗愈感的 所以如果你要一次十条都拔开 我也不反对 哈哈哈哈 好 您就先找 两条 两条 好 我在这边 那我就只要找到 这里 有没有 像这样子 那您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我们杜邦线的话呢 它这个线 有没有 发现它的头 黑色头里面 会有个亮亮的 有一边有亮亮的 对不对 那个就是要给三用电表 去做检查用的 所以我通常会朝同一边 因为以后我就拿三用电表 量一下就比较快嘛 对 就不用再把这个线拔起来 所以我会把它朝在同一边 你看 像这样子 我就接在同一排 对不对 一次接一根 好 比如说像我这边就朝同一边 这样有没有就接起来了 像这样子 你把它接直的 把它接直的 那开发板这边呢 一样的 像我的正极这一端 是白色的 对不对 我就接到我们刚刚的 你看 我们这个板子上 有没有一个05 那也是一样 我就 通常我会把它朝外面 朝外面这边 接起来 那么 副极这一端 我就把它接到 GND 这样有没有接好了 这样就跟我们那个 一样的 我们顺便把这个 底板把它接起来 那 您看到这边呢 这边一个长一个短 这边 左边放开那个面包板 右边放开 但是你放的时候 要先放开发板 你就从这边你看 这样子 有没有从旁边这样 滑进去就好了 有没有这样 从旁边这样滑进来 可以吗? 应该OK 我们这个面包板我都有试过 可以放 因为有的面包板 像我这个学习去苗栗高商上课 他们 买的面包板 又更大一点 所以我就 把他们做一个特别板 再放大一点 好 那这个好了 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 我现在先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您看一下 我们那个面包板啊 你会发现 上跟左边 是不是都有一个凸凸的 因为它面包板是可以串接在一起的 那我就利用这个东西 你看 我这个上面 是不是有个凸凸的 而且这边 有没有长一个洞 另外一边 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洞 所以我先把 左左边 比较长这一边的 这个 我先套进去 像这样 压 有没有 这样先进去 好 进去了 那你把 开发板稍微往右边 推一点点 这样就 进来了 有没有 这样就组合起来了 重点是这样翻过来 是不会掉的 像这样子 这样OK吗 在这里 这里我有写 像这样子 因为就是 以前做的是这个版本 但是总是 它有一些缺点嘛 所以我们就 再改进一下 那我往下走 这个版本 有没有 我用窄边框的 像这样 好 我就稍微说明一下 我的一些做法 这里我有组装 这样你比较不会看不懂 我可以重复做很多次 有没有 这个先进去 再进开发板 那面包板 这样是不是上下 就不会动了 就两个就是 共同挤在一起 就挤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个是我的制作过程 我算有认真 把过程记录下来 你就看得比较清楚 就这个整个一个 一个使用的方式 因为早上 顺便学了这个软题 这是草稿 好 这样子 好 这样子的话呢 现在大家是不是都组合好了 所以 我们现在假的也有了 真的也有了 真的也有了 所以我现在呢 待会就准备来写程式 不过开始做之前 我们先请大家 把这个画面要先缩小 那怎么缩小呢 你先用滑鼠滚 缩小一点点 滑鼠滚缩小一点 那你要移动的话 你可以个别一个一个移动 可是这样有时候有点慢 所以我会在哪里 在这些空白的地方 任何空白的地方都可以 按下滑鼠左键 直接拖曳 有没有全部一起动 这样比较快 这样比较快 就是按空白的地方 拖曳就好了 请你把它先拿到左上角 拿到左上角 对对对对 好 拿到左上角之后 我们刚刚怎么放大 就怎么缩小 右上角这里有个 缩回原来的 右上角 这样子的话呢 说回来 你下面这边是就看到了 万一你这里没有看到 没关系 这里也可以滚好吗 都一样的 也可以在空白的地方突一 所以就看你刚刚放的位置 好 刚刚放的位置 原则上就是把它亮 看到可视范围里面就好了 这样OK的吗 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就 把 假的跟真的 我们就把它组合好 好